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欣欣的一盘对局 这盘棋是加赛两个人下的快棋 因为前面正常比赛打平了 那么在加赛快棋当中就是看谁 这是一盘亚洲锦标赛决赛的一盘加赛快棋 双方也是一中炮对屏风马开局 曹延磊这个国际大师 他好像也是今年代表河南队参加了国内的向打联赛 对 曹延磊个人战绩还是挺不错的 对 张老师您觉得他这位棋友的水平怎么样 今年他好像国际赛事下的还不错 对 曹延磊这个棋他是有点小鬼招了 他原来是河南人 后来到深圳南方这些城市去游学 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 后来被澳门队相中 所以就把他的关系全部嵌入澳门了 所以他这两年也是代表澳门队的比赛 刚才这个棋我们少摆了一招棋 对 就是现在还轮到黑方走 黑方 黑方 阻棋 锦一 这样子 黑方 阻棋 锦一 然后黑方 阻棋 锦二 锦六 这个最近好像比赛中走这个过河军 黑方走往盘河的变化还是挺多的 今天这棋子真不听话 怎么点都到不了位呢 你看 是 这个比赛大家稍微见谅一下 这个棋盘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盘对局 还是一盘很激烈的一个开局 中炮七兵过河车 对黑方是一个左马盘河横拘的一个开局 黑方这时候马七进六 红方马八进七 在决赛当中 主要双方是 一个是拼的全面的技术 对 心态 理念 另外这个意志品质也很重要 是 因为这种单淘赛它本身就难下 对 对手都比较了解 而且水平也在伯仲之间 对 就说赵熙熙成名比较早 得的冠军也更多一些 但是到了快捷阶段 是否能够发挥的准确 也要看当时的状态 对 这时候曹大使选择了兵武精一 冲冲兵 曹元磊这两年应该说 发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今年向甲为河南队 也是多次立下了战功 现在红方冲冲兵就打算强攻 因为稳健的可以鞠二平四 在马七七六 先走兵武精一 就是迫使黑方要表态 因为红方下部就要撞你 所以他这个盘和马必须得要有所动作 对 黑方就实施反击 这一路变化 应该说最近几年都下得非常多 双方也演绎出非常精彩的变化 主要是对攻战 黑方足迹一拱 红方兵武精一 对 红方如果用鞠翅 他这个动作就慢了 他用兵先冲过去 先抢占一个先手 这儿黑方不能逃马 逃马 红方也是兵武精一 较将 将来还可以马三进五 所以黑方就要接受对子 双方兵都对冲 红方 将军 黑方在直势 十四进五 红方在鞠退一 把这个马吃掉 这儿双方就是交换了一个战马 各过了一个组 所以形成这么一个互有顾忌的局面 对 黑方 鞠翅平四两鞠 走到这儿 就是红方有多种 选择了 也有走炮花瓶九的 炮花瓶九 平鞭炮 最多的还是兵武平四 直接较将 来看一下对方的应手 实战他也是这样 平平将军了 黑方如果走炮花瓶五 这路变化倒是以往下的比较多 对 十六进 然后黑方将来有一个七子的变化 局八进六 然后红方就下兵 黑方就不要了 直接局八瓶三过来 对 这个局面就是最终 将来黑方七路足也有比较大的威力 至少能够撞掉你一个像 再吃掉一个势 这样最主要黑方中炮 你一拱它再打过来 应该说这个局面会有顾忌 最近比赛应该这个变化比较多一些 红方虽然说有一点小先手 但是黑方也完全可以应战 实际上黑方是选择了一个像七进五的变化 对 就是在这种关键的场合 赵欣欣还是敢于变招 对 因为看来赵欣欣对这个棋 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不像 它就等于又给红方一个从容调整的机会了 红方这种选择好像也挺多 我看这个预赛阶段 这个赵欣欣跟这个新加坡的国手 这个吴宗瀚也下过一盘这个局面 当时他也是下后手棋 吴宗瀚好像选择了G4平二 直接拉一个五根巨炮 那黑方这个七路足就靠近了吗 对 靠下来再冲下来 对 黑方也有走这个G4进五 以后还有炮二进一打兵的棋 因为这个四路鞠一走开的话 可能有些这些手段 曹元磊呢 看来也是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他选择炮八瓶九 他先平边炮 他准备出局 然后黑方走炮二进四 这个棋谱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网络传输呢 看到了 对 不是这个官网发的这个棋谱 从感觉上来讲呢 黑方似乎应该先走G4进五 然后你出去他再走炮二进四 对 这样更紧凑 因为先进炮呢 红方就多了一个退居桌 G4退下桌炮 对 退居桌呢 就感觉应该是红方呢 还是有些先手 主要也是把自己的竹林线这条 给看护住 不是 最主要就是黑方炮是平地打向的时候呢 有一个G4平三 对 所以这个进炮来讲应该是退居桌 但是有可能棋谱 在网络直播的时候呢 有些失误 是 那实战是红方G9平8 这个地方呢 感觉黑方有炮平地打向嘛 对 按您说的就是现在就可以炮平地直接打向 那不能向三进一啊 因为他有炮八进七将军 这儿黑方在打向红方拉住 黑方再打一将 变化也很复杂 但感觉黑方呢 先有这么一个底炮 先转了一个像啊 还是比较乐观的 是 那黑方实战就是 还是选择了G4进五 嗯 那这儿呢 有可能是这么理解 就是有可能是黑方实战先走的G4进五 但是这个直播员呢 把这个次序播错了 对 因为他布局走得很快 进居可能更严谨一些 先进居 红方出居 黑方再跑出进次 就会形成这样的这个变化 是 接下来红方走居 4平2 再把黑方这个巨炮拉住 嗯 拉住呢 也是红方的一个战术意图 就是说这边拉 这边迁 对 然后呢 将来有机会再冲四路兵 嗯 红方呢 大体的这个打法呢 是这么一个思路 但是这里呢 黑方呢 走的也是比较积极 对 他直接泡2平9 对 是兵 这个 张老师 我看他这部棋 在今年联赛的时候 也是出现这个局面 嗯 一般黑方是走足袭平6 吃中炮的这个走法比较多 他实战就选择了一个炮2平9 也是一把飞刀吧 呃 这一次呢 与这个赵欣欣同时代表啊 国家队出战的呢 是郑维同 嗯 郑维同呢 上一届比赛呢 跟这个王天一呢 去争这个冠军 结果也是杀鱼而归 所以郑维同呢 呃 这个预赛当中 有一盘棋呢 就是输给了曹云磊 因此呢 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冠阳军争夺战 对 那么赵欣欣呢 跟曹云磊呢 他来也都没获得过 一个是 亚底赛冠军 对 一个是代表中国队参赛的 另外 曹云磊呢 是代表中国澳门队参赛的 对 那这个感觉呢 还是不太一样 是 那赵欣欣呢 就是下棋平时 还是较为果断的 嗯 他强行就把洪方 冰冰的打掉了 接下来洪方呢 就是走了一个 走了一个炮5级 嗯 这步棋呢 是比较偏稳 也并不 并不是说是绝对坏棋吧 是 洪方呢 也可以就直接去 8级棋 比较凶啊 直接进去捉满 对 这样以后也多了 炮9级4级棋 是 这样呢 就是说的可能更加直观一些 但是 这个洪方可能还是想 先稳一下 嗯 他走了一个炮5级 对 准备炮9平3打足吗 那黑方肯定要充足了 对 下足 这样洪方 洪方要把这像呢 逃了一步 对 他走向三进一 感觉还是要聚八进一 因为这个像冲了 暂时也不是很胖 对 他也是 有点保守 嗯 因为啊 这个经过连续四五天的 这个大战啊 对 这个运动员体力都消耗比较大 特别是这盘棋呢 是 单决赛 就两个人 要拼出去胜负来 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 双方又打成了平局 所以呢 这个连续的作战呢 就大家呢 就是看谁能够保持更清晰的头脑 对 这还是一盘加赛快骑 对 五项 然后黑方走 黑方走了一个足七平六 对 红方还是继续保持这个稳健的态势啊 走个十次进五 嗯 他先把自己的阵型呢 协调好 希望啊 站稳了 将来再去进攻 对 这个思路呢 也是可以的 这个其实足七平六啊 也没有直接的作用 也可以考虑先炮就退一 直接炮就退一 对 因为你捉我 我再退一步 对 我下部棋是僵 那镇住中炮还是有些危险 对 红方呢 牵制呢 更大一点 对 那这样呢 又 他现在还是走了一个炮就退一 就退一啊 对 他还是有这环中炮 对 因为这个棋呢 这个狙炮不好动 这个炮呢 给不上劲 这个棋又不能轻易走狙四平三 感觉双方都挺有 因为你狙四平三 他非常怕他举霸惊奇 是 他炮酒精四一打出去 也是非常厉害的 这狙还得守着一个泪门 嗯 退炮 然后红方这时候 他走了一个炮就退一 他又走了一个炮就退一 他就是一直希望来消灭 黑方这过河族啊 嗯 他觉得这个族啊 对他的威胁大 对 因为我 张老师我看这个局面 总是觉得是 红方有很大的优势 这种感觉 因为黑方这个狙炮被拉住了 这个族好像吃个事 也没什么太大作用 这个族呢 倒是一眼看不清楚 因为这种局面呢 它处于非常动荡不安的 就是有一些问题啊 都没有得到明确的定型 是 这个族到底能发挥多大力量 俗话讲呢 叫做小族和鼎大居 是 这个族的位置 就是真是跟一个居一样 是这样 对 因为他对红方呢 这个老帅的威胁很大 嗯 所以说红方呢 可能也是 对这个族顾忌比较大 但这步棋呢 实际上 也不太好 容易给黑方呢 好像没什么作用 嗯 你走这个 他巨子架 对 他实战就巨子架 给卡住了 这儿红方呢 这个马炮倒变成负担了 对 主要你向西级五 还飞不起来了 嗯 这个棋所性红方 还是应该走 啊 兵四级 冲兵吧 就向下冲呗 这个 这个炮嘴腿 和居士架的交换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积极意义 反而有负担 那走到这儿 红方就应该赶快走炮五级一 就说 应该拦住他这个炮 拦住不让他炮 将来必要的时候 还有马其进 我向出灯 啊 必要时候要弃个子 把这个过河族给消灭掉 就是说 将来他存在这种手段 对 必要的时候就可以走了 是 实在当中呢 红方这招棋呢 就走得点假 他走了 他继续走一个 拘八进五 八进五 嗯 他他想赶快这个拘呢 向这边调 还是盯着这个足 他想继续管 就说这个曹云磊啊 在这个决策当中啊 呃 就说这个 也太执着了 他老盯着这个足 结果呢 对这个 黑方的一些反击手段呢 没有这个 很好的这个 了解 对 他是就准备 拘八瓶四 再把你这个吴河族 准备消灭掉 对方突然拘八瓶七了 那你看他刚才 要炮五进一的话 他就不是很怕拘八瓶七 因为你拘七进七的时候 红方多一个马七进五 对 正好有一个拘八瓶七的 一个闪身的动作 嗯 红方呢 就是看到这个局面啊 不好掌握了 对 他就强行拘八瓶四 准备七子呢 谋攻了 对 那么下面呢 就即将呢 这个进行呢 中局的激烈的对攻了 嗯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将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收看压锦赛的精彩队局 这盘队局呢 也是在九月二十日呢 刚刚比完的 对 所以说呢 也是最新的这个队局 现在呢 针对黑方这个局 七进一 红方不理了 他走了一个局 八瓶四 然后黑方呢 就强行 局七进七 这招棋走得很强 对 这个 这儿红方呢 这个棋就 啊 得赶紧把这固和毒消灭掉 但是这个过程中 可能要丢子 红方呢 也不理了 对 也是局二间二十号 应该说这个棋呢 是红方这个棋子 是难以成立的 黑方这个局三瓶九 他先吃这个了 他先局四瓶一 先吃个子 红方呢 是准备强行进攻 对 然后他 黑方 顺手牵扬 先把这个象吃掉 对 因为这个吃相要对居 一将你只能垫居了 所以他局四对一 先守一步 红方被迫退居 这个棋啊 黑方呢 实际他走局一推二 也问题不大 实际这个棋 最好的招法是 走局一平四 或者降五平四 都可以 道理一样 局一平四 你只能 冰四平五 我再降五平四 将来我有炮九平五反杀的棋 是 所以说黑方呢 实战走的是局一推二 他也占优 但是这个棋呢 就给了红方一些 混水摸鱼的机会 对 他现在再走局一平四呢 直到棋就走得 有问题了 同样平居 如果你居走高了 黑方这个居呢 就是应该 走到这个位置 这样你再去撞向 他飞你 用炮打 你劲就小了 对 所以这个棋 有一个微妙的差别 但是临场当中呢 这一看就是快棋下的 对 快棋下的呢 走不了这么准 难免是不严谨 这样红方呢 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因为你这个地方 你不好颠炮了 颠炮他冰骨筋撞你了 是个 那你还得马三退五吃回去 那他绝二斤二 那杀死了 对 那绝杀了 是 那还不了中炮 对 可能赵新当时有一个错觉 认为能还中炮 对 他以为有个反杀 这样的一出将 是一个杀起 你怕他用冰骨筋 他先把你撞死 这个相当于小刀弯心 对 这个棋呢 黑方没有办法了 对 他就出了一个将 对 红方 就是继续装饰 然后黑方还是得失留进 对 红方 炮一将 对 平炮一将 这个棋黑方不能电炮 电炮把鞠捉死 退鞠捉鞠 你要一砍炮 他鞠再将 然后就把你这个鞠治疗 对 就黑方电炮 红方退鞠捉鞠 对 这个鞠是有危险的 那黑方就把 只能鞠四平五了 对 鞠四平五 这个鞠有平四准备吃炮 红方鞠二平六一将 对 然后黑方 进将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这个曹云磊 获得了一个完全抗衡的机会 对 特别这个比赛是亚洲锦标赛啊 是亚规是吧 对 这个局面 红方啊 就是本来是不用电炮 因为这个棋呢 他准备鞠二平六一将 你进将 我在鞠六平二是个杀棋 但是用亚规呢 是可以双方不变作合的 就是红方是 这一将军 然后呢 一将一杀 十一叫杀 对 这个底线那个点 黑方呢 进将是先 然后出将呢 也是 黑方就不管 红方是一将一杀 黑方就没有问题 在中国内规则啊 应该算是这个伪力的 所以说这个曹云磊 可能啊 忘了这是亚洲比赛了 对 然后他呢 这个时候 突然又妻子去求功了 看来是连着比赛呢 头脑有点 可能也看黑方 事项不整齐啊 所以 他毕竟手大死啊 曹云磊准宝是忽略了 这个规则的问题 对 所以说作为棋手来讲啊 你参加任何比赛 你要对这个 用的规则有所掌握 对 红方结果去主动变招 结果这个棋呢 少一个大子呢 这种对攻还是 显得非常的勉强啊 对 然后吃一将 狙击尖尖二一将 把相砍掉 嗯 那个相要 相厚一点走 点它 对 然后退局 然后再狙击退三 他也不能对局了 对 黑方炮 炮九平五 九平五 嗯 这个棋应该说是明显黑方好 对 红方是居四斤四 四根上 啊 黑方炮五退三 这个棋啊 下午棋 黑方呢 就是有 到处闪击的机会了 对 红方就很无奈 他就出了一个 他就出了一个 这个实践啊 这个实践太紧了 然后那个黑方呢 这个时候错失了一个战机 其实黑方呢 最简单的 最有效就是炮 打中式 准备气子吃式了 这儿你支我 那支肯定不行 你要是吃冰 或狙击瓶二的话 有没有一个反杀的机会呢 这个鞋啊 比较简单 狙击瓶二 对 狙击瓶二 对 没事 后退 狙击瓶二 这棋黑方 杀一将 他也出将 红方明显杀不握 狙杀一将 对啊 上将 行 我们就不再细摆了 因为这棋盘有时候 然后再降五平四亮出来 对 黑方出将 避着就可以了 他下部居五平七 就很厉害 主要就 红方守不住这个棋 红方是没有杀棋的 红方就说的 他的部数也杀不够 对 因为他要两步所杀 黑方一步就要杀死 如果你并杠的去 对方还可以 甚至这个棋啊 黑方 直接走平局都可以 直接就平七 对 你降四平五 要把我炮吃掉 防守 我再出将 对 再降五平四出将 直接平局都很厉害 对 所以说这个棋 肯定是黑方 红方没有试来防守 弘框肯定是杀不过的 哦 这个棋炮这个吃试还是很厉害 打试一招就直胜了 他实战的时候 可能时间紧张了 他先防守了一步 对 然后他就是 就是走的这个步事比较多 他走了 对 他将军以后 在拱边兵 双方时间肯定是加秒的 很紧张 对 估计是5加3的吧 或者可能差不多 对双方是每方15分钟 自由泳石 然后每步棋加5秒 所以到后面呢 对时间很紧张 就是凭大家的这个反应 这个棋主要是太快了 5秒一步非常容易超时的 对 然后它又禁驱 禁驱的话 它正好有一个僵 僵它也得 居僵还得回来 双方是走了这么两步以后呢 对 然后黑方选择了一个炮流推二 这个推二是正确的 对 这个棋就是说 红方啊 最怕黑方来推底炮 对 你就记住啊 黑方有这个阵型 就是红方很难去杀 红方没有双鞠错的机会 对 底线没有僵 中国没有僵 这边也互言了 对 所以大家记住啊 有底炮有中鞠保中式 这个就是一个防止 红方这种双鞠抢式的 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企图 少一个式也没关系 然后黑方拒四肩二 就准备准备出将 出将 这个杀棋 出将式绝杀 然后它拒四肩二 黑方就拱足 对 这个棋呢 应该说是 红方呢 残局比较劣势啊 对 然后双方也是对了一个棋 对掉 吃掉 最后啊 就是拍快棋了 就是双方看这个时间的问题了 还是挺精彩的 后来 对 他足一平二 然后他兵六进一 这个地方 黑方应该先把剧多看一下 先住 这个棋 应该早点 早点出将 泡了苹果 对 正好这个棋 红方是不是有 有那么一点核棋机 这个棋 还不是 黑棋那么好赢 是 毕竟你这个少个式啊 我有个兵 对 他也是出将 他这时候出将是 有点晚了 对 您说的应该是早一点 把自己的阵型调整一下 这个棋我们可能 还有点时间 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 对 就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黑方占优 对 但是黑方呢 怎么去 锁定这个胜局 首先得有一个概念 是 你不能让对方 把鞠对了 把鞠对了 这棋就赢不了 鞠对了是何棋 因为你剩的式相太少了 对 你炮足式 对于红方这个 单兵双式相 那是很难赢的 对 如果你摄像权 赢的机会比较大 是 或者其他你剩两个相 一个式 那所以说呢 这个棋呢 黑方就想 要想办法 不让他对冲鞠 不让对冲呢 但是也有难度 因为你毕竟呢 一个式 他是不是可能 鞠得这样累啊 走开 然后还得 泡溜尖长起来 但是这个 可能临场呢 这个不容易想到 特别合理的招法 是 粗略这么一看呢 就是说的 你若出将 对方鞠一瓶就僵 黑方知识呢 他有顾局 他怕这个七路平 冲过局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说 尽管红方残局 是处于完全的守势 但是黑方要想 取胜呢 也是比较困难 就是黑方不容易调整好 特别理想的阵型 是 尤其是快棋嘛 所以这个时候 他也是直接就是 足一平二 嗯 然后对了去以后 吃掉 然后红方是平冰 然后黑方足一平二 啊 黑方足一平二 对 红方又下兵 嗯 这个兵呢 下到这呢 就应的难度就越来越大 因为他下不及就有对局了 对局 让开以后 他一把十项敞开 嗯 黑方还要小心啊 自己这个 对 试的问题 所以他就 好像也是 按实战来说 就出了一个将 将五平四 出将以后呢 这个棋就 嗯 不好用了 对 他正好还是局一平五 对 所以红方呢 这个地方呢 他下得比较机警 他这个走法还是 这个残局下得还挺好 这个 他就平居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呢 是不能退居的 对了 就是合棋 所以他只好戏掉试 对 其实看后面 有没有一些迎击机会 然后黑方这时候炮六平五 这是叫杀 对 红方就直接将五平四出来 他没有敢出飞象了 其实好 飞象也是可以的 对 飞象黑方怎么去进攻呢 对 飞象 人家就是捉兵的话 还是可以去武特洋队 捉兵 我兵的一步绝杀你啊 不 他将一军在捉兵 他还是这个 哦 江一军捉兵 对 他还是有下去 对 他这个实战 我们来看一下 出象 这也可以 其实就是刚才唐南说的 能飞象更干净 对 飞象 黑方就只能将了 对 将一军来捉兵 捉兵 下兵 居八平四 下兵呢 一捉你兵还得走开 这是抵士有危险 对 他可以居五特洋队居拦 拦截 他初帅 这也没有问题 实战这样也是可以 他就将了两军 对 他居八平六将 他将了几军以后呢 他走了一个居六进一捉兵 这对红方是一个小考验 对 这个地方不能下兵 下兵 他居六平四就把你捉死了 对 他可能下兵 他下兵以为居六平四捉死 实际上还可以 最后一个防守招法 是兵六中 兵六平五 对 然后他对居 他把你居兑死 居兑死 这个兵正好打不死 对 这个兵不行啊 那不行啊 那兵要丢 可以就是他要对居 对啊 对了居以后 他那个炮别着你的象养 那个足滑的中卷 把你这个兵打死 形成炮足队双十项 反正 是不是也是 也不好意思 没有十项了 对 他实际上这时候可以居五推二 这个 对 其实这会最好的是招法 居五推二 是最简单 然后你下足 下足我就向其境我飞一个 我边上去也没关系 飞边下也没关系 你也拿我没有办法 对 因为你足冲下来的时候 我将来再退回中项 对 你足冲下来 你能怎么样呢 这还是赢不了 对 就等于说把居对了的话 这招棋呢 最终的关键呢 这个曹远磊啊 对 神情啊 走得太紧张了 是 这个慌了当中啊 把这个兵啊给弃了 对 他走了一个居五推三 对 他这个居 他当时想赶紧退回来 对 结果这个兵丢了 对 白吃了 然后他想飞向 这时候再补救就来不及了 对 这没有兵了 这个棋是要输 因为是没有还手之力 那好 我们尽快的把最后几招棋呢 对 给大家说一下 最后等于是洪方 自己可能是真没有时间了 而且走到这个困难的残局呢 可能自己也慌了啊 对 就这个棋黑方就是很 也是不用去考虑了 他退了一波 然后他组三平四 组三平四 他向五进棋 然后他炮五平六 对 最后是 他 他是有救急 然后他降四进一 他有救退一 对 然后他炮六平二 这个棋最后呢 这个洪方怎么应该守一下泪 对 可能还顽强 他这时间太紧了 对 从最后的招法上来看呢 就被对方橘子平等这么僵死了 禁将闷弓 知识的话 也是这个杀棋 先是知识 再陈一将 足次进一 对 就是最后来看 肯定是曹元脸心里是崩溃了 是 那么也祝贺这个中国队 也祝贺赵欣欣呢 取得了第十八届 向其的亚洲锦标赛的这个冠军 再一次呢 也是为国家呢 取得了这个荣誉 好 向他们表示祝贺吧 对 观众朋友们 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